中澳有新家推 阿欣帶你搶先看 未來在今個月底或下個月初 中澳春城將會加推44座 可以望何景的單位 加推的戶型和之前37至41的戶型 全都不一樣 今天阿欣帶大家來看看 我們現在在最新一期的圓林裏面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們新一期的圓林的建設程度 那邊有兩個打羽毛球場的地方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噴水池 現在這裏的圓林緊鑼物都在整 感覺上會比第一、第二期舒服 因為第一、第二期的樹太濃密 然後採光好像不是很充足 但是這邊最新的一期的話 就會發現圓林樓距闊很多 然後圓林的面積又大些 那些綠化的品種 那種的樹木設計又不同 對,不同了 它沒有說很濃密一片 會擋到低樓層的採光 非常舒服很多 而且進來的話 採光是很光猛的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棟 陽光照在牠們的場面上的痕跡 可以看到流動之間的採光是很光猛的 我們現在來感受一下它的配套設施 除了有我們的圓林球場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藍球場 藍球場 在那邊 這裏是新興的 對,這裏是新興的 最近新興的 之前我們來看41座的時候 都沒有看到圓林這麼開放 現在你看 它都是剩了一部份 你看 這一座的膠標樓下就是這樣 這座已經開始做大堂了 挺漂亮的 對,樓下兩邊是我們信箱的位置 然後這個就是41座 在賣的41座 樓下的一個大堂就是這樣 挺奢華大氣的 兩邊各有一個電梯 它是一個一梯兩火的設計 兩邊各有一個電梯 大不大氣 這個可以 對,大家搶先看看 我們除了41座 現在在賣之外 我們雙手有一些特價單位 一萬二千多毛皮 一萬三千多大裝修 我們現市的話 新加推的44座 將在月底加推出來 它的護形的話 因為它靠河邊 它可以看到我們的一個河景 對,可以看到河景 它的價錢的話 聽說是跟我們41座的價錢差不多 差太遠 望景 對 因為41座在圓林中心 它可以看到前後兩邊是圓林景 我們44座 它靠邊邊就可以看到河景 這個是我們的多功能運動場 就是籃球場 你看 看到嗎 籃球場很大 樓眼距又寬 有四個藍框 相當於兩個球場 你看 每一棟之間 最新的每一棟之間的樓距 差不多接近百米樓距 又寬 圓林又舒適 我們帶大家上去看看 我們最新準備加推的44座 就在後面 我們先走 我們現在就在44棟實體樓的中間樓層 這裡 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壺形 是我們90平方的一個三房網河景的單位 為甚麼網河景是否很直觀 這個壺形 景是很美 沒錯 這個壺形的話 對比目前我們現在在售的這麼多棟內面 是來河景最近最美的一座 我和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個壺形 這個壺形的話 一個亮點是甚麼呢 對比之前我們其他道數80平方網河景的單位 它的區別就是 第一 我們入門這個位置大了 鞋距大那麼多 對 到頂的鞋距 第二樣是我們的廳位闊座 廳位闊座 還有露台 主露台有花機的部分 花機的部分是全層送的 到時我們裝修的時候會幫大家推出去 所以我們的露台是一個亮點來的 包括我們的廚房 廚房也是一個生活露台 同樣的花機部分都會幫大家托出去 我們的話 到時帶裝修出售 例如有毛皮 如果是毛皮 就是現在這個情況 如果是帶裝修的話 就幫大家把這個裝修做好露台托出去 會更大一點 這個戶型是一個三房戶型 一個不好的缺點就是 它是一個衛生間 這個就比較可惜 如果它主人房是套房的話 就非常好 我們全部的房間 都可以看到何景 景觀很正觀 這是它的優勢之一 包括我們三間房間 全部有飄窗台贈送 飄窗台到時是全部可以搭 我們交流的時候 如果是帶裝修的話 它都會幫大家幫助它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們主人房的這個景觀 這個就是九十平方三房 八十五平方的話 就是望內圓的 這個護形的話 八十五方 看花園 同樣的話 它的一個優勢 就是我們的這個露台比較大 這個的話又長又闊 這個空間的話 是一個三房的設計 亮點在哪裏呢 沒有在我們的廚房位 這個廚房 八十五方的廚房 超大 由我們在這門口看過去 很長 這個空間的話 廚房出來 這裡可以做飯廳位 可以做完那種半開放式的都可以 然後它是一個三房 這邊是我們的衛生間 加其中一間房 這裡可以作為我們的主人房 這間房 因為它的飄窗到時是可以大 空間其實也是可以的 它是一個細三房的設計 這邊是另外的兩間房 這間房間相對來說 採光就暗少少 但是也透光的 不過就差少少 因為你現在是無痞的狀態 你會見到屋裏面的一個真正 很直觀的採光的現象 但是因為我們到時 屋裏面肯定會裝修有白牆 有白牆之後 光線度會好很多 即採光程度會好很多 這間房間是一個細房 到時這個空間一旦 我們這裡還預留為置 甚至是我們的衣櫃 含藥式的衣櫃 沒錯 這就是我們一個 八十零方細三房的護形 其實最值得推薦 和我覺得實用率比較高一點的 就是我們這個大面積 121平方 這個護形是一個 南北對流的雙露台的護形 這個護形的實用性很強 進來的話 這面預留了很大的一個鞋櫃位置 包括一入門口開始 整間房間的話 現在感覺到 感受到 這個感覺 我們的採光光光很多 以及通風效果舒服很多 進來就算是清水樓的狀態 都被人覺得格局護形是很舒服的 然後我們的廚房 這個廚房 對比於我們目前賣的 這個41座的120平方來說 這個廚房是大很多的 對 我們那個120平方的廚房是長條形 這個121是一個U字形 闊很多的 舒服很多 對 你不要分裂飄窗位 到時候會打了它 舒服 對 大很多 你看看我們的廳位 廳位空間都很闊 然後感受一下我們的主路台 這邊主路台就看圓林景 我們這邊除了我們五期 還有六期 你可以感受到 到時候這裡就看了兩邊的圓林景觀 再進來看一看我們的生活路台 可以看到何景 兩邊景觀 我現在站的廳位這個位置 我感覺是非常舒服的 因為很亮爽 我現在大概是九樓的一個高度 看出來的景觀已經很漂亮 並且通風度很好 打開了兩個陽台門已經很通風 連衛生間也比較光亮 這個護形衛生間也比較光亮 有兩個衛生間 大家看看這個客房 客房的空間其實我給大家感受一下 其實我給大家感受一下 如果你穿個皮箱打開了 你放咪咪裡面的床是完全可以的 它的景觀也可以 這個房間在座光很漂亮 嘩 透光是不是 透光 兩間客房來說大小比較平均 這間相對來說比較細小 這個做個書房 衣務間 我覺得其實做衣務間是很OK的 來看看我們的主人房 主人房是一個隱藏的小驚喜 我覺得你會喜歡的 是一個套房 首先你看到衛生間部分 它一定不對床 這個就已經喜歡了 第二樣 我們其實是一個三路台的設計 對 到時又推出去 如果你想要衣務間 我們不用 剛才的房間不用搏 只要把這裏推出來 就是封了它 你便是一個衣務間 對 南北對樓的 這間房間 南北對樓很舒服 主人房可以做到 121平方是一個四房 南北對樓 雙露台之外 主人房是一個大套間 加上這個露台共三露台 所以是否這個回形設計非常實用 其實如果作為44棟新家推來說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著重 考慮121平方 目前來說 44棟是在預熱階段 預售階段 還未正式加推 如果各位朋友想對這一棟 有再深入的了解 歡迎聯繫阿欣我取詳細的相關資料 阿欣也可以帶大家來看看實地 持續follow我這個頻道 我會帶大家了解更多的順款知識 拜拜 謝謝